今天下雨天 上來整理一下這個 頂樓的盆栽 今天剛好是第一波梅雨 今天台中又下大雨 前面兩波的春雨 已經造成了很多濃損 不過今天還好大概下到現在 大概六七個小時 趕快再來整理一下 今天主要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最近我的頂樓到底種了哪些東西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顆就是苦瓜 就是白玉苦瓜 去年我在這個盆栽是種山苦瓜 但是因為山苦瓜太苦了 因為我的人生已經夠苦了 所以我就不太想再吃山苦瓜 今年改種白玉苦瓜 那這一顆應該也種了兩個月左右 沒記錯的話 那各位看一下它已經 都已經在結果 這個是小顆的 小顆的 母花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大顆的 這裡掉了一顆 本來想說今天是不是大到可以採收了 因為怕今天下大雨 不過看起來還是不行 這搞不好可能還要再三四天左右 很漂亮喔 好沒有什麼瑕疵 那基本上它只要長了 這些比較大的苦瓜 再加上沒空間呢 我大概就會給它栽芯了 保留養分 好不好 吸取別人的經驗 再來看一下 這裡也有一顆啦 這一顆應該 一樣喔 跟剛剛那一顆差不多 大概都至少要三到五天 看起來 還不是很熟 那這兩顆應該就是所謂的 頭番瓜啦 桃番龜 這一顆這個 苦瓜的桃番龜 那 這個我們就過一陣子再來摘看看 那基本上這一顆長的還算茂密啦 因為用盆栽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營養的問題 所以我除了底肥會 加很多這些有機質以外 大概每一段期間喔 我都會把這個 原本堆肥的這些有機土 然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疊加上去 讓它的養分慢慢去補充 所以基本上這樣看起來是可以 應該是有足夠的營養 所以各位看到我剛剛補的這個土 這個堆肥大概都有兩三個月 都有一些咖啡渣啦 豆渣啦 還有一些家裡的一些甚是廚餘 就堆在一起 那還有一些我這個收藏 或是這個樹葉 把葉子摘下來的 我就會放在上面 然後讓它慢慢腐爛 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循環 那通常這個葉子比較老的 我大概就會把它剪掉 然後讓它繼續變成肥料 這裡還有種了一顆美濃瓜 那這一顆大概種一個月初而已 沒有很久 但是都在結瓜了 各位看一下 主幹在這裡 大概保留了主幹 然後一個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大概兩三個側蔓 然後我們看一下比較大顆的 這個 像這一顆 像這一顆啦 那至於這個有沒有壽粉成功 我就不敢確定啦 因為這裡的 蜜蜂啦 或是蝴蝶很少 所以 我也沒有來做人工壽粉 所以就看它的命運 這裡也有 長了蠻多顆的 不過因為美濃瓜長起來大概就是 長上型這麼大小 所以理論上一顆是可以長很多個 這個瓜果 基本上我大概都不會給它人工壽粉 它如果自然壽粉能長多少就算多少 來看一下這一顆是南瓜 應該是啦 如果記憶沒錯的話 那這個也是種了一個多禮拜 那你看喔 因為今天下大雨這個 米肚都噴上來 不過看起來下過雨之後它的長勢就很有精神 那各位看一下這一顆就是之前種番茄 那後來因為天氣熱枯掉死掉了 因為之前那結果時呢 我就讓它自己掉下去了 那沒想到你看現在又重新長一些 小番茄的苗出來 不過現在天氣熱了啦 這個小番茄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應該是不太樂觀 那之前底部還有埋一些自然長出來的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好像是某一種藥草在用的 如果各位知道可以在下面留言 另外一個想跟各位特別介紹的就是 不是這個芭樂 這個芭樂也是自己長出來的 既然它長了我就讓它自由生長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要特別介紹是這個芭樂旁邊的這個東西 各位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呢 看不出來對不對 這個是百合 這個是百合 那這是人家送的 送的那個苗 然後就 欸 還真的長出來 蠻可愛的 這個是拔蠟 另外各位看一下這個鳳梨已經種了快兩年了 真的是時間不等人 對不對 但是都還沒有任何結果的跡象 長了這麼大顆 有眾有希望啦好不好 我們繼續再等看看 看不出來還有結果的跡象 各位看一下這一顆 可能有一些人很少看過 這個就叫 炮子甘藍 如果各位之前有看過我們的影片的 我自己有育苗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炮子甘藍 那後來呢 大概有幾顆育苗成功呢 我就把它種到這個盆栽 那經過了應該也不久的時間了 大概都有 四五個月五六個月 很久了 那各位看一下它已經 都已經 長得很高 然後都已經在截這個 那之前我們已經有摘掉一些了 其實 它應該算是甘藍類的一種 那 通常呢 我只要把葉子剪掉呢 就可以把它的 先把這個 葉梗摘掉 我們要吃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 很緊喔 這個非常緊 各位聽聲音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刨子 那這個吃起來 是跟甘藍的味道 反正就差不多 看起來就是小顆的高麗菜 但是味道就是 像甘藍 是帶有一點點苦澀 不過聽說是營養蠻高的一種 一種蔬菜 給各位參考 還蠻不錯的 種了 應該是五六個月 下面又開始再長新的那個 菜藝 這個有一點像高麗菜 你把它割掉 它下面會再長出新的菜藝 那你就可以一直採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有經濟價值的一個作物 那各位看一下這一顆是白蘿蔔 就是所謂梅花蘿蔔 那 這一顆我故意不摘啦 就故意讓它留著 那各位看一下 它已經都開始在結果時 那 理論上應該開發結果之後 這個將來 就會變成它的種子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很像豆子 但實際上應該不是豆子 這個是 白蘿蔔 將來裡面一顆一顆就會變成它的種子 所以有時候種菜 不用特別去管它 你就可以探索到更多你不知道的東西 這個木瓜就不用看啦 因為這一顆木瓜長得很奇怪 所以想是不是有病還是怎麼樣 不過看起來它又長新的投出來 下面長得很奇怪 不過通常這個 我不會把它弄掉 越奇怪的東西 越想去觀察 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目前是看不出來 如果是生病的話 讓它自然生長 它還是有機會可以自己 治癒 就是自己 把這個病養好也不一定 另外這一顆燈籠果啦 這個我們已經採收了好幾次的 那個果實了 那因為現在 剛結束它結果的這個 過程 所以目前是看不到新的 看看 好不好 好另外這一顆木瓜 這一顆木瓜就比較正常一點 而且它是雌雄同體的 你各位可以看到 外面有公花的花瓣 裡面有 那個母花的這個 花蕊 可以看到這是 公花母花 長在一起 但是 不曉得是營養不良還是什麼 之前都造成弱果 不過 讓它再大一點再來 長這個果實也許比較 你看這個都已經 直接就快要落骨 不曉得 不過沒關係 不急於說讓它開花結果 也許過一陣子 再讓它長的話 整株比較健康比較營養的時候再讓它來長 也不見得是壞事 有些事情不一定絕對一定要怎麼做 有時候退一步 也許是海闊天空 來 另外各位看一下這一顆是 洛神花 之前 我都有種洛神花 後來把它除掉之後就不管它了 然後呢 它自己呢 因為果實可能掉下去 自己又長出來 那 各位看一下它已經在長果實 這個就是它的花瓣 我們吃的主要就是花瓣 不過這個還不夠大 那裡面就是會有一顆它的果實 出太陽 果然雨後天起 這個是它的果實 那其實這一盆我主要是要種這個 這個九層塔 那這個是 紅梗的九層塔 因為聽說這種的會比較香 那目前長絲看起來還可以 這個可以拿來炒三杯雞啦 四杯豬啦 五杯牛 六杯羊 另外這一盆 這是好像是彩椒吧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一顆已經種了一年多了 去年就栽種了 那後來呢 收成一些長得不好呢 我就從頭把它給剪掉 剪掉之後呢 不是把頭剪掉 把它的一些側枝全部剪掉 讓它修生養息 在比較沒有負窄的情況底下 再重新去生長 所以你各位看到這個都是 後來都被剪掉的枝 只留下這個 下面的主體 那今年它又開始從上面長出新的這些果實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植物其實還是蠻耐生長 這一顆也是一樣 那旁邊這個是紅鳳菜 就我們去買的那個 叫紅菜紅鳳菜 我們把葉子 剪掉之後這個梗呢 我就直接承插上去 然後它就開始繼續長 你把它承插上去它就會一直長 種菜就是這麼隨性 但是隨性底下 你還是會 可以有一些收穫 包括這個青椒 我不知道是青椒還是彩椒 不過 這個盆栽喔 畢竟 種了兩年了 一兩年了 這營養還是不夠 這可能過一陣子 我要再來 塗稍微給它翻一下 然後再把有機肥再 給它翻進去 這個是黃鳳菜啦 這個也是種了 跟這個一樣 都種了 這個是去年的 所以也是一年多了 去年的一年多了 那這個都已經剪了 縮成好幾次了 那它還是繼續再生長 另外最後一顆就是這一顆啦 這個各位應該看得出來這一顆是什麼 這一顆應該就是 桑胜 那為什麼會種這一顆 沒有想種桑胜 它是自己長出來 自己長出來就養它嘛 沒想到它就長得這麼 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現在都在開花結果的時期 開始有一些傷身在長 不過 一樣啦 可能過一陣子要給它一些肥份 不然這些果實大概也結不大 搞不好到最後都落果了 不一定 這個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在翻 但是這個很小顆了 好 所以簡單就是這樣啦 這個 除了菜園那邊以外 這個頂樓的這些 盆栽的蔬菜 大概就是有這些東西 這個 跟菜園這邊 兩邊可以互相這個 搭配 也可以做一些 測試啦 等等 因為畢竟 盆栽的條件 跟 跟在菜園裡的這些種植的環境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 經驗 邏輯 思維邏輯 是可以互相參考 像這個比較大的 就把它剪掉 盡量不要讓它長太大顆了 好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啦 然後就要說 有一點 但是 這就是 有一點 如果是 我們就要吃 了 吃 就要吃 有一點 這些 感谢观看